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日报海外网云采访系列直播节目 说说我们村,我是主持人孙小璇 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人民日报海外网策划了乡土中国大型全媒体系列采访活动 欢迎网友们关注乡土中国第一季之说说我们村的直播 我们将以直播加云采访的形式 邀请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 以及不同乡村发展方向的村长、书记、农民企业家等进行连线 展现新时代中国乡村的精神风貌、地域特色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乡村的发展 这一期的说说我们村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进行直播对话 他们是湖北省广水市余电镇党委副书记驻晓东 湖北省广水市余电镇敦子村党支部书记叶成成 广水市爱姑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傅爱华 那首先呢请三位和我们海外网的网友们来打声招呼 朱书记 朱书记 叶书记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好 您好 大家好 我是邓子村党支部书记叶成成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副总 副总听得到我吗 大家好 能听到 大家好 我是广水市爱姑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傅爱华 各位网友好 好的 我听到三位的声音了 那我首先想请叶书记啊 我看到您站在这个墩子村 这个村头 村口是吗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墩子村的发展概况好吗 好的 渔电镇墩子村位于广水市渔电镇东南方向 距离镇政府0.5公里 425426省道穿进而过 交通十分便利 地势平坦 土地回卧 国土面积4.4平方公里 共有10个村民小走 10个自然湾 总负数456户 总人口1986人 渔电镇素有三白蔬菜之香的美誉 其中生产的白黄瓜 白茄子 大白菜 远近闻名 渔电镇三白蔬菜 种植历史悠久 采用多年前的老种子的生态种法 和生态有机会的种植 品种好 味道佳 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是名副其实的地标产品 敦子称是渔电镇三白蔬菜的主产地 生产工艺 独特的土壤和水源和气候 配置以百年传承的栽培技术 和现代科技 被誉为三白第一层 近年来 邓智诚在渔电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依托丰富的资源资源 增加农民的收入 好的主持人 好的听到叶书记的介绍 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 我们有非常丰富 多种多样的这个蔬菜瓜果 那我想问问副总啦 您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 咱们回这个乡里去创业的呀 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好吗 好的主持人 首先呢 我是2016年返乡创业的 我原来在外地工作呢 是做销售管理 我们家的我先生呢 他也是在做项目经理 一次机缘巧合下 我们的政府呢 在做这个农村淘宝的招商 然后当时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报名了 因为我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像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 加入到我们农村来 让我们农村的这个产业更有活力 能够反补家乡 那其次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家乡的 我们所有的乡亲们 共同支付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鱼店300这个品牌 给做起来啊 毕竟咱们鱼店的 我们的大白菜 于2016年呢 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家地理标证农产品 这样的一个证书 那我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做大做强 毕竟这是我的家乡 那么最后呢 我也是我自己一个原因啊 就是我们 我希望能够照顾到老人以及小孩 我想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 就在外地工作年轻人都会有我这样的困惑 所以呢 我们希望家里 在家乡的工作啊 能够去包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回家回乡来创业 其实原本呢 家乡在回乡创业的话呢 原本啊 就原来 其实工作的这个机会没有这么多 那么自从咱们回来 这个以后啊 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人 我自己我自己全家人就业 以及我们附近的乡亲们 还有我们的农村妇女 以及我们附近的像我们的留守 留守年纪稍微大点的年纪 年纪大点人 他也可以在这里工作啊 我觉得这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 我肥香创业的 谢谢主持人 嗯 明白了 副总是爱小家也爱大家 非常有情怀 也有梦想 那朱书记刚才您听了 副总的介绍故事啊 包括我们叶书记对村子的介绍 您有什么感想 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咱们敦子村 乃至咱们整个余电镇吧 都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好吗 好主持人 那余电镇呢 位于广水市的西柏部 国头面积248平方公里 辖38个村 一个社区 总人口7.2万人 余电呢 历史悠久 建政于清朝康熙年间 余电呢 物产十分丰富 刚才前面两位介绍的 三百蔬菜 远近闻名 而且余电八百岁呢 是国家地标产品 在脱贫空间期内呢 我们全镇完成了2662户 6197人的脱贫战贸任务 目前呢 文正在加强产业培育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主持人 嗯 咱们余电镇啊 取得了非常不俗的脱贫空间的成绩啊 那刚才也说到增产增收这些事情了 那叶书记我想问问您了 咱们村里蔬菜的种植 饮用了一些 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咱们怎么实现这个增产效果呀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 呃目前村里面 我们现在引进的话 现在有一个高科技的 科技大棚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果实和果实 在这个科技大棚里面先进行个市种 如果市种成功了的话 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一个种植 以前我们是一个人种田的话 最多只能照看几亩地的蔬菜 现在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通过引进的安装 好了高标准的现代化的大棚以后 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做到几亩地一个人照看了 以前我们传统种植的话 就是到了季节才能吃到当季的蔬菜 而且周期非常大 产量也不高 我们现在通过高标准 现代化的大棚种植 比以前提高了好多产量 而且比以前也提高了提前的好几倍 好的 刚刚听到了叶书记的介绍 那副总我看您一直站在这个 好像是白菜地里是吗 您现在站在哪里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不是在做电商直播呀 是的 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地里面 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打包的这个现场啊 这是我们刚刚在地里面在直播 然后给大家就是一边给大家展示我们就是发货的现场的这个情况啊 地里面真的打包就一边砍菜 然后一边在这打包装 然后今天下午就发出去 这样的话呢 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大白菜的新鲜度 那我想知道咱们那个直播账号现在运营的怎么样啊 每天能够卖出去多少蔬菜 收入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主持人您好 各位网友好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抖音平台来直播 目前呢 我们抖音平台的精准粉丝是34000人 我们每天像比如今天上午的话呢 因为这个流量这个不太一定啊 比如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直播间的最高人数有1000多人 同时在线1000多人 那么今天上午的一场直播下来 因为现在在跟大家在面对面直播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 我们的直播就先下了啊 我们一场直播下来有4万多人 我最高的时候 我们同时在线能达到4000多人啊 我前几天在地里面播的时候达到4000多人 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4万7500人 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销量的话呢 大概 在这个最近这阵子啊 像因为每天这个情况不太一定啊 呃 一般的 一般每天大概在几千斤左右的样子 大概在 三三五千斤左右的样子啊 这个具体要看当天的这个流量情况了 呃 以及这个当天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长了 呃 收入上面 首先是这样的啊 我个人呃就是我们这边公司这边呢 确实是呃有一定的这个增收啊 但是呢我们更多情况是我们附近的这个乡亲们的 他们的增收呃以及我们带动的这些就业 我们每一场这个呃直播呃以及打包装 我们现场的人数在17个人以上 基本上都在17个人以上啊 带动了呃这个本地的一些就业 以及我们这个农呃农民就种菜的这个农民的这个整体的收入 对就是这样啊 非常棒啊 给你点赞啊 一天可以卖几千斤 这真是我们这个电商直播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优势啊 我看后面是呃一直有一些富人在忙忙碌碌的在在一直在装车啊 在呃做蔬菜的这个买卖啊 这个过程 那我们朱书记啊 我想问问您啦 咱们这个呃鱼电镇有着不错的这个种植的传统 刚才我们那个呃叶书记也讲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这个电商直播的这个销路啊 那在这之前咱们这些农作物是怎么出售的呢 那现在我们这个这个鱼电镇的这些白菜蔬菜种植销路又有哪些主要卖往哪些方向呢 以前鱼电镇的蔬菜销售呢 主要是在集市以及沿路叫卖 有少量的送到程序去销售 现在呢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以外呢 争将的网络销售 以及和农贸市场商商对接 通过了电商直播平台 鱼电的蔬菜现在已经可以销售到全国各地 都是 嗯路径非常的多啊 多条腿走路啊 非常棒 对给我们鱼电镇来点赞啊 那叶书记啊我们想去看一看咱们的科技大棚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车的科技大棚的外面 这个科技大棚有900多个平方 主要用于培育疫苗和示众的一个作用 现在有请这个科技大棚最有发言权的尚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我是三百基地技术员 我叫尚监胜 好的我们一起和尚师傅到这个科技大棚里面去看一下 好吧尚师傅请 走走 好 好 10 10 1 1 2 1 2 上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科技大棚的一个功能好不好 这个大棚里面还有一个神温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常年的温度保持到多少度呢 这个温度的话一般 现在的天气的话 老房的话就真的十度以上 现在天气就是说平均比外面要高于高十几度 请上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无土栽培的这个娃娃菜好不好 好的 这个娃娃菜是我们今天日中的一个新品种 它的生长周期在60至70天现在已经准备上市了 已经快卖了是不是 对对对 它这个无土栽培和这个油土栽培有什么区别呢 请上师傅跟我们说一下好吧 这个土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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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 我们用这无土栽质特定解决了那些土康病害的发生 那就是说这个科技大棚里面就是无公害的 就是说没有打农药是不是 对对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封闭式的管理 外界的耗虫建筑 不需要去喷上那个杀虫剂 那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直接在里面就可以消化了 对对对 这样或者是看到以后 从来看到以后就把它拿掉就行了 一般不用冲券那个木材 这个大概这一亩低的话比传统种植的话 这个一亩低的产量 就是说是这种无土栽培的好 还是传统种植的好呢 这无土栽培的产量好 这个那个它这个肥料使用的捐 我们采用的三个的机关是什么 这一杯那个就不用浇水不用人工 是不是直接在在下去算 就是一次性成熟 直接到收到卖的时候是不是 对他那个我们在用这个机关机 机关来浇水 这就是这就是那个管子是不是 就是这就是那个管子 直接直接往里面滴的是不是 就是每个每个每个蔬菜那里都有一个 是不是对 都有滴水孔 啊都有滴水孔是不是 这一片大概就是说 呃有多少亩来 这一片呢它有一亩多度 是适中的 适中的有一亩多低 我们的适中的一亩多度 在大棚里还有 大棚里面这几面只是一个适中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 就包括我们这边右手边的这个 这是我们夏天时候适中成功的 一个那个云草小山田 已经采摘了五六个月了 已经采摘五六个月了 我们就下架 下架也会 这在我们当地的话应该也叫小番茄 是不是 要圣女果也可以 哦也是圣女果是不是 啊那你请往里面走 上师傅给我们再教一下这个大棚里面的有什么 别的功能呢 大棚功能 有阵阳网 上面还有一个阵阳网 还有一个保温被是不是 还有那个我们冬天有灯温设施 夏天呢有那个降温设施 夏天有降温设施 还可以降温呢 好 那待着我们看一下呗好不好 我们安装的这个水连 就是在夏天用来降温的 哦这个这个就是水连 用来降温的 对对啊 夏天可以降温 那个那个那个机器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冬季的时候用来增温的 在冬季的时候用来增温 他直接把按钮打开就可以了 就就直接测里面温度大概有多少度就行了 就是这个蔬菜的成长 就是说需要多少温度就可以让他达到多少温度 我们自己掌控着 自己掌控啊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水违自动化一体系 那请上师傅带着我们一起看一下呗 水违自动化一体 就是说不用人呃就是直接把这个 呃水啊直接灌到这里面 人家他机器打开自己就可以 就是啊 那个椰子 就是营养液的 哦配置的就是营养液的 直接把机器打开 就是说它机器开以后 你想浆哪一片浆哪一片都可以 哦想浆哪一片浆哪一片 哦而且那个肥料配比 非常那个精确合理 哦就是比较精确合理 就是说这个配比的话是不是 就是说它每个生长阶段需要的那个肥料 它比例不同 哦比例不同 随机应变 所以它那个增长需要配比 哦 这个像这个科技大棚的话 在我们全市的话有几个这样的 目前在咱广水的话是唯一的一个 哦在我们广水就是唯一一个这个科技化的玻璃大棚是不是 但是来参观消息的也很多 哦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哦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好的行行行 这个圣女狗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就是比传统种植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就是传统就是像我们那个蔬菜大棚里面种的这个圣女狗 你那个蔬菜大棚里的传统种植的那个产量有头 哦这个已经快下架了是不是 对下架了 它这个也是无土栽培的吗 也是无土栽培的是不是 不存在那个吐床病害的发生 没有吐床病害的现象是不是 哦这个试验呢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那下次是不是为大规模的种植这样的 对我们反对到温棚里面 到温棚里面 前期都是现在这里面试验 试种试种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大规模的在这个大棚里面种 是不是 哦好的 好的上述请带我们看一下这个予电三白蔬菜之一的白茄子 好不好 好的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就带上述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白茄子的生长过程 好吧 好的主持人 嗯好的 上师傅啊感谢您啊 带我们看着这么有意思的现代化的农业啊 啊 现在是到了白茄子是不是 对 嗯您进去 我们现在准备去带我们看看 对 哎好 嗯 嗯 嗯 我们的白茄子都是在温室里发出的 也许的都是在温室里面是不是啊 现在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呃有多少多了 嗯 今天是延天 我也在温 我也在温室里温度很低 但是棚里的话不止于10度 上师傅您走着我跟您聊着啊 上师傅 这这么现代化的种植啊 呃给您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呀 您现在是不是收入比以前多多了 对 对 这家真有 因为我来了以后 很多发展的清好 都有的食材吧 长事请起来 嗯 家里呢 我家里现在在家里 也不用再下地干活了 哈哈 对 我自己在家里 这个钱也靠不到作用了 好的主持人我们快到了这个茄子大棚里面了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茄子的话产量地大概有产量呢 在这产量挺多 可以达到一万二十千种植的 有它的两倍 有它的两倍啊 因为温室里的生长环境非常稳定 再加上呢 现在是科小环理 在这以后我们的产量产量加价技术 它的分产潜力提高了很多 这个茄子的话 现在市场上的行情是多少钱一斤呢 这个白茄子 现在十块钱一斤 现在我们已经采摘了半个多月了 采摘半个多月了 十块钱一斤呢 这个白茄子 那像这一亩地的话大概能换多少钱呢 这个一个大棚的话 这一个大棚结束的这一季的话 卖了十几万块钱了 卖完的话能卖十几万块钱 它那个采摘周期呢 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采摘周期很长 可以长达七个多月 长达七个多月 为什么这个白茄子在我们别的村 要种植的比较好呢 这个上师我我想问一下 这里有这几种言言 一个那个独特的这个水土桥链 加上那个科学的管理 可以供出来的这个素材品位 那是当然的好 就是有各种各方面的因素 是吧 但是我们基本不投入那个化学肥料 不肥料 微生物 就是有机会 对对 生产出来的素材 都达到蜈蚣害的标准 都达到蜈蚣害的标准 都是你了解的 行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白茄子 好不好 就是这种是不是 白茄子 这一棵的话大概可以接多少个茄子呢 就一棵树苗上面大概可以接多少个茄子 可以接好多个 只一个月就一个 一个月的话能够20多个 哦就是七个多月啊 大概一个只只要20多个 哦就是说一棵树上面能接二十多个茄子 那不是 那不是 一棵树20多个 双杆整只就是将近五十 棵树子上面将近能接五十 上师我看一下那边有工人在采摘 是不是也是拿到市面上去卖还是怎么样 他经常有菜商过来过来到这里来买 哦他自己来采摘 他自己来找 哦自己找过来就是说买这个茄子 也有自己也有自己过来通过就是看到你这边种这么多茄子 就是也也有自己自己过来采摘的也有吧 嗯对鸭油 哦这长得很喜人啊 对啊 嗯 采的都行 哦行 嗯 嗯 嗯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在这个摘这个茄子吗 嗯 我摘茄茄花那个没出头的 要把花掉 不乱话 他在里面把茄子搞坏了 搞烂了 嗯 你是你是这附近的村民吗 哦我是本镇的里在镇的 呃九年三村的 哦一个村民是不是啊 哦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基地里面干活是 是他是给你月工资还是天 每天结算呢 是雇零工作一个月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哦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啊 那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说离家也近是啊 就地就业嘛是不是 对哦 这么大年纪嘛你在外面是不好找工作 哦也不好找工作是吧 反正在这里传统就是说这种种植的话 就是说你也是相当于 呃呃随时就是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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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技术 是不是啊 你自己也也之前也种过这个是不是啊 对对对啊 哦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嘛 啊哈哈哈 行行好的好的 行 这个一个大棚大概有多少亩地呢 大棚有一亩半地 有一亩半地啊 那上述 稍等一下啊 通过上述种植这个三白蔬菜以后 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哪些变化呢 工作轻松了 哦 钱真的多了 动作轻松 钱真的多了 哎 拿着实在的话 啊 你好 嗯 好的 好的主持人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大棚里面 好的 感谢 感谢啊 叶书记辛苦了啊 带着我们看了咱们非常先进的这个大棚 那副总啊 我就比较好奇 您是怎么做直播的了 想学习学习 哈哈 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您这个平时这个工作的状态 好的 您是怎么卖货的 啊 好好 这样子啊 我就呃就 就当这个手机在直播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不可以同时在两个平台直播啊 所以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子好吗 就是现在就是我直播的这个状态啊 这样子啊 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省广水市鱼店镇 呃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鱼店大白菜的这个基地啊 大家看啊 我们的地里面是没有打过除草剂的啊 不打除草药 呃 保证这个菜呢 大家收到的这个菜啊 就是原生态的 没有什么污染的菜 您看我们这边环境也很好 呃 因为咱们这儿是丘陵地带啊 所以咱们的白菜呢 呃 因为我们鱼店镇 这个独特的这个气候 小气候 以及咱们的这个地形 呃 以及土壤 呃 我们的蔬菜呢 确实是口感很好的啊 我们的呃 大白菜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 叶子多 杆子少 而且呢 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多月的霜了啊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呃 大家可以直接点下方的小黄车啊 直接拍 咱们今天拍的 咱们今天下午就给大家发出去 呃 点左上角 我的头像点个关注 感谢啊 欢迎大家进直播间 好 直接去拍啊 拍了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发货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流程吧 哈哈 就是呃 平时也就这么直播的主持人 为你鼓掌 听了您的这个推荐 我都想下单去买几斤了 哈哈 谢谢 也希望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啊 嗯 那朱书记啊 刚刚您看了我们副总啊 这个直播带货啊 啊 非常的流畅 那咱们这个现代农业 科技农业您是怎么看待的 您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好吗 呃 我觉得农业必须和科技相结合 走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呢 才有生命力 在现代农业这个发展方面呢 能以由从两个方面努力 第一个方面呢 出品经了玻璃大棚 电脑控温 无头栽质等现代农业技术 第二个方面呢 是到将农产品进行线上销售 培育了爱国量等电商平台 电商品牌 不是 那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这个新征程上 我们余电镇又有着哪些新的农业发展布局 您和我们大家来谈一谈 在乡村振兴上 我们余电呢 主要立足本地实际 彰显地域特色 制定了一区两县 三产业的发展规划 一区呢 就是融入一区 融入徐家河高品质生态发展示范区 这个示范区呢 是我们市级战略 我们正将利用好投资4亿元的 全域国投综合整治项目 从规划 道路产业上积极融合 进入这个示范区 两县呢 就是 把造两条相当整齐示范线 一条就是 印马鱼 道路沿线 加强道路沿线的村庄环境整治 以及产业培育 打造乡村整形示范线 另外一条线呢 就是余电河沿线 我们 建设好 二维水资源配期二级项目 将余电河打造成为一个生态的河 美丽河 景光河 促进余电河沿线的村庄 发展整形 三个产业呢 也就是谋发三大产业 第一个产业就是不学钢产业 引导油电局在外 从事不学钢加工产业的人员 回乡 打造不学钢产业员 第二个产业呢 就是 三百树菜产业 引导三百树菜种植扩大规模 提高品牌知名度 增加销售额 第三个产业呢 就是 服装 以及文体用品加工产业 我们全镇目前有七家 从事服装加工 以及文体用品加工的企业 引导这些企业 做大做强 吸了农村胜利扰动力 对 好的 明白了 咱们规划的是非常的清晰 有高度 也接地气 那住宿记 我想再请您聊一聊 咱们这科技大棚的 它的原理好处 以及咱们这个无土栽培技术的情况 您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分享一下 我们科技大棚采用全玻璃构造 用玻璃的温室效应 加电脑控制 可以保证大棚适宜 蔬菜种植的温度 无土栽培 把一些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 全部都配比 然后输送到农作物的根系 让农作物直接生长 实现的无土种植 主持人 是非常的先进 无土栽培 而且我想肯定很干净 那副总 您一直站在这 很辛苦 我还想让您受累一下 因为我看您身后一直忙碌的 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工作 她们也是您直播的一部分吗 是的 我们平时直播也会去播 就是看到的这个场景 我们现在 大家看我们身后有一些女性 她们基本都是我们这里的一些牛手的 在家照顾孩子的 她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地里面把这个菜给砍起来 然后砍起来以后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情况 太棒了 您带我们看一看 对 对 这是地里的菜 我们一边砍菜 然后一边大家看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菜给它抱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咱们现在是在地里 你没有办法在地里面打包装 我们只能够把菜拿到路上去打包装 一边在那打包 然后咱们就今天下午就直接安排发货了 那么把菜抱上去以后 在上面要不要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子 就是咱们这个现场的情况 好吧 这是我现在在这个地里面 白菜的地里面 大家看我们刚刚把这个菜给抱起来之后 在这里 抱起来之后大家看 这是咱们打包的现场 首先我们把这个菜包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边叶子给它剥掉 我们发货就只发中间的那个菜心 把那个根也削掉 先进行这个前期的 就是打边叶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后面带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里是咱们撑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地方 每一颗菜我们都把边叶子打干净之后 在这撑中 我们会根据这个菜的大小 我们有规格的 一个是3.5到4斤 一个4.5到5斤 然后咱们用这个专门定做的这个袋子 然后来给它包装起来 后面这里还有一个防震的 我们有一个流水线作业的这个方式 在这里一个防震膜的一个打包装 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装箱的 装箱之后我们会把它分开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去电商中心那边 打单子贴上去 今天下午就能发走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非常棒非常棒 辛苦了辛苦大家了 那我想他们的收入是不是也比以前 增加了很多 改善了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是不是 是的确实如此 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做事的 就基本上现在他们的每个月 他们的收入相比以前 基本上会提升一到两千左右的样子 大概会比以前提升一到两千块 是的 这是实打实的实惠啊 特别棒 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想请三位嘉宾一起来畅想一下美好生活的向往吧 我们对新年有一个新的期待好吗 我们还是先从叶书记开始 希望我们村越来越好 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希望鱼店的三白蔬菜能走到各大城市中 能让能走到每个人的餐桌上 谢谢主持人 好的 祝书记 那您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好不好 希望我们鱼店的优质大白菜 可以更好的消失到全国各地 都是 非常实在啊 非常实在的一句 这个非常中肯的一句期待 那副总 我希望 在新的一年 通过我们社会各界 以及我们鱼店镇的 我们的政府的领导 还有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下 能够让我们的 广水鱼店这里的一些优质农产品 能够走入千家万户的餐桌 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乡亲们 因此能够共同富裕 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 让老百姓 在这个地方 幸福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试试顺心 感谢 好的耶 感谢您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那这一期呢 说说我们村的三位嘉宾啊 带我们了解了以科技农业实现增产增收 电商平台 扩展农产品销路 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 湖北省广水市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相逢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是党的19大报告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传承脱贫攻坚精神 实现乡村振兴 并不是一句空话 注重乡村特色 将特色发挥到极致 加强人才与技术的引入 因地质疑 推动产业发展 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才能让广大群众 在全面脱贫 乡村振兴中 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感谢您收看 乡土中国第一季之 说说我们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三位嘉宾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主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感谢观看